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大多数人的烦恼不是来自身体上的劳累 而是精神上的疲惫 想活得更从容和自在 要学会为自己减负 忘了 于秋雨曾在我的仇人名单里 提到她的四个仇人 他们利用权势剥夺了她父亲的生存权 剥夺了她的名誉权 剥夺了她妻子的工作权 对她的迫害超过二十年之久 她把仇人们的姓氏 用谐音合成一个名字浅方丽莎 并默默地把他们关押在心底 每天晚上都带着仇恨入睡 让她变成了一个力气很重的人 直到有一次她与星云大师彻夜长谈 才选择与怨恨和解 王尔德曾说过一句话 为了自己我们必须饶恕一些事 因为一个人不能夜夜起身 在灵魂的园子里栽种荆棘 忘了仇恨不是原谅伤害 而是不再继续被伤害 毕书敏上小学时 遇到过一个音乐老师 那时她大约十一岁 学校组织歌踊比赛 她很荣幸被选中 有一天练歌的时候 一位长辫子的音乐老师 突然把指挥棒一丢 铁青着脸转了一圈 最后走到她面前说 毕书敏 我在指挥台上 总听到一个人跑掉 不知是谁 现在总算找出来了 原来就是你 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现在我把你除名了 这件事在她心里留下了 难以磨灭的阴影 在那以后几十年的岁月中 毕书敏再也没有唱过歌 甚至很逃避当众发言和演讲 直到有一天 她在做 谁是你的重要他人 这个心理咨询时 脑海中静不由地浮现出 那个长辫子 音乐老师 铁板 一样森严的脸 在心理咨询师的建议下 她放下了内心的怨恨 那一刻 她感到无比轻松畅快 像是从符咒中解脱了出来 大概在每个成年人心中 都有一些过不去的人 和过不去的事 你越去咀嚼 越感到痛苦 生死疲劳中有一句话 事事犹如书籍 一夜翻过去 人要向前看 少翻历史旧账 有时 记性太好 未必是好事 那些不愉快的经历 就让它随风散去 不要往自己的伤口上 一遍遍地撒盐 无论是怨还是恨 最终受伤的 只会是自己 人到中年 善望是对自己 最好的解脱和释放 但了 有这样一句话 一个人最大的痛苦 莫过于执着过去 而最大的快乐 莫过于看淡过往 凡是过往 皆为序章 人不要在原地打转 要学会向前看 看过这样一个 很受启发的故事 英国前首相劳和 乔治有个奇怪的习惯 总爱随手关上身后的门 有一天 乔治和朋友在院子里散步 他们每经过一扇门 乔治总是随手把门关上 朋友很纳闷地问他 你有必要把这些门关上吗 乔治回答说 哦 当然有这个必要 随后 他微笑地对朋友解释道 当你关门时 也将过去的一切 留在后面 不管是美好的成就 还是让人懊恼的失误 然后 你又可以重新开始了 当你抓着过去不放时 其实不经意间 也困住了自己 学会将往事清零 才能更好地轻装前行 2020年初 眼科医生陶勇 经历了一场灾难性的 医闹事件 一位他亲手救治的患者 因为不满术后的恢复状况 竟然带着菜刀去医院 砍伤了他 他在ICU待了整整两周 才脱离生命危险 经历如此至暗时刻 陶勇没有沉浸在悲伤愤怒之中 受伤好了之后 仍旧坐诊治病救人 好友李润问他 如果幸福指数满分是100分 你给自己现在的状态打多少分 陶勇说98分 这个数字让李润十分诧异 因为这个问题 他问了许多人 很少有超过80分的 恰恰是陶勇对过去的释然 才让他从痛苦中 勇敢地走了出来 玛利亚 罗宾森曾说过一句话 没有人可以 回到过去重新开始 但每个人都可以 从现在开始创造 全新的未来 或许每个人 都曾有一段不堪重题的经历 无论好事坏事 终会变成往事 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裳 去年的雨水 也打不失今年的形状 让过去留在过去 该来的才会来 放了 电影《一句顶一万句》中 休邪将牛爱国和纺织厂女工庞丽娜 是一对夫妻 他们十年如一日穿梭在 严金的市井和雾气里 按部就班地过日子 直到有一天 庞丽娜和婚纱店的老板 蒋酒混在了一起 并跟牛爱国提出了离婚 但牛爱国死活也不肯离 甚至也不让他见自己的女儿 他就是要用这种方式 去折磨庞丽娜 在后来 实在没有办法的庞丽娜 竟然选择跟蒋酒私奔了 为了顾及自己的颜面 牛爱国准备把两人抓回来 父亲叮嘱他 人找到了不要动手 毕竟你一手抵不过四拳 但牛爱国却说 放心 我没打算真找他们 既然人都跟人跑了 找回来还有什么意义 我出门假装找半个月 给大家一个交代 后来他在火车站附近 碰到了带着行李的 庞丽娜和蒋酒 当挺着大肚子的庞丽娜 站在他面前说 事情都到了这种地步 你说咋办 你想杀我就杀吧 我这一走 到死也不会回来了 没想到牛爱国 静淡定地回道 别走了 咱们离婚吧 这几天我也想通了一个道理 日子是过以后 又不是过从前 咱俩都别闹心了 也许我们都曾被辜负过 或是错爱过一个人 或是错付过一颗心 面对伤害和背叛 不必彼此为难 许多伤害本来就是一次性的 可是因为有了你的允许 你的执念 它才像一把锯子 不断地在你心上拉扯 而紧紧握着那把锯子不放的人 其实是你自己 你以为纠缠不放 是对他人的惩罚和折磨 但当你脱拽着对方 不准他走时 你自己也无法从痛苦中走出来 学会及时放手 才能有新的开始 罗斯福夫人说过一句话 除非你愿意 否则没人能伤害你 人生的大部分痛苦 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当你不再跟自己过不去 一切都会过去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将农的工作室 熊 herein必须 三月 舞蹈 玥珞 吹 钱 解脱 伤感的一步 剧终人是我 无法去触摸 只有三场的落寞 有谁能告诉我 你是否爱过我 也许这是结果 却为何如此的冷漠 你是否爱过我 你是否还执着 心痛的感觉 蔓延寂寞 心痛的感觉 蔓延寂寞的我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